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介紹一個下火去濕的湯 粉葛下火去濕湯 這個湯主要是粉葛為主要材料 加上其他的豆類和蔬菜 能夠清熱解毒 滋陰潤醋 非常適合夏天飲用 首先介紹一下材料 粉葛一個 紅蘿蔔一個 炒扁豆30克 花豆30克 微豆30克 西絲骨450至600克 薑兩片 水4公升 首先我們先將西絲骨飛水洗淨備用 這樣可以去除肉的腥味 西絲骨能夠保慎益氣強筋骨 令到湯水更加甜 接下來用鋼絲刷 將粉葛皮散乾淨 然後切片 給大家一個小提示 粉葛皮用鋼絲刷散就可以了 不用散得太入 還有不要用水浸泡 要不然就會失去口感 粉葛是中醫常用的陰涼食材 有滋陰潤醋 清熱解毒 保護胃膜 改善消化不良等功效 紅蘿蔔 全部都是洗淨之後去皮切件 紅蘿蔔能夠健脾胃 保光明目解毒透疹 紅蘿蔔能夠健脾胃 保光明目解毒透疹 泡在水裡浸泡1小時 炒扁豆可以去除皮爐 提高免疫力 益氣養陰 降低膽固醇 而花豆就能夠清熱解毒 利尿消腫 調節腸胃 降低血糖 而微豆就可以補陰益氣 滋陰潤 清熱解毒 煮滾水後 下兩片薑和粉葛 先下兩片薑和粉葛 滾起後轉中火煮一個小時 這樣就可以令粉葛的功效更有效釋放出來 煮了大約一個小時後 再下其他材料 給大家一個提示浸泡豆內可以更容易煮熟 滾起後中小火煮多一個小時 最後根據個人口味 加點鹽釣一釣味就可以了 這個非常適合夏天飲用的粉葛下火許濕湯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 夏天的時候記得要多喝水 保持身體健康 下次我們再教其他湯水 拜拜